在长天公司同事欢呼声之下 歌神张学友迎接60岁生日 工作人员贴心布置 让张学友不停双手合十 向大家致谢 中港台艺人也齐声送上祝福 其中包括二姐江慧 嗨 偶像偶像学友 好久不见 我是江慧 今天录这个音特别的开心 不然每天被这个疫情搞得心情都乱七八糟的 祝福你生日快乐 何家平安健康 大喊张学友是偶像的江慧 只现声不现影 也趁着机会许下新年愿望 病毒快快滚出这个地球 让全世界回归正常的生活 画面悬由张学友站台 江慧2015年丰麦演唱会 歌王歌后交情可见一斑 其他艺人好友 包括陈奕迅 李文 林嘉欣 也录影片 祝张学友生日快乐 大陆歌迷更是毫不手软 比照韩星等级做生日应援 上海歌迷租下三个场地的电子刊版 连续十五个小时 播放张学友庆生短片 出国花费至少五百万人民币 不过大家最希望的 还是赶快看到张学友举办演唱会 舞台上又唱又跳脸不红气不喘 张学友2016年开始举办的 世界巡回演唱会 唱了两百多场 为期两年多状态极佳 丝毫看不出当时年纪已经半百 如今六十大寿 张学友仍然保养得宜 歌神风采已久 TVB的新闻庄情缘杨慈音 他就报导 说出来或许没人信 但大鼓祥平真的 又开轰了 主播和球评都不知道这球飞到哪里去 大鼓祥平的天使队友 看到这一幕也只能摇头 这是大鼓今年第十一次 面对左投石开轰 这也是他本季第六次 两场联发 大鼓连赛课场比赛 球迷都忍不住叫他MVP 这次大号拳来打 打在T-Mobile Park的四楼看台 甚至有美国媒体形容 球都飞到加拿大去了 463ft 准备车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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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鼓参加下个星期的拳来打大赛 现在就让人充满期待 这支拳来打也追平了Semisosa 半季33支拳来打的外籍球员纪录 2-2 只是大谷在其他三個打數 繳了白卷 還吞下一次三陣 他得罪只打好拳內打 無法幫助天使贏球 再度成為空想 Terry新聞新聞報導 要打疫苗台南市自行開設 台南打疫苗LINE官方帳號 24小時不到超過兩萬兩千人加入好友 不方便啊 因為大家真的現在都是 很多資訊都是從來上面獲得的啊 就我來說就是網路預約比較方便啊 但如果以老人他們可能沒辦法 我整個去上次預約比較快啦 很多的麻煩啊 我就不合了 疫苗開放給第八類對象使用 也就是65歲以上 要預約的是7月8號到7月10號 東區復興國中接種站的疫苗施打 每天三千個名額 三天總共有九千個 15歲到70歲的 也是有相當十幾萬人 16個鐘頭就已經有兩千位完成 那所以說我相信樂觀估計 大概今天下午下班前 這個應該超過一半以上 談談打疫苗已做過壓力測試 6號開放使用就有兩萬兩千人加入好友 其實這與唐鳳版疫苗施打預約系統並沒有衝突 唐鳳版目前鎖定第九與第十類接種對象 同樣在6號開放登記到7號上午8點 一天內全國就有148萬人登記 其中離島金門 馬祖及澎湖的登記人數 大約4500人 平息疫苗之亂 預約登記系統反應熱烈 TWBS新聞顧手倉 台南報導 唐鳳的疫苗預約網站一上線 民眾蜂擁搶著預約 但現在預約也沒有疫苗可以打 現在預約之後還是得再進行預約接種 等於是一個意願調查 這樣的系統被民眾痛批是假動作 作家楊兆也大酸 聰明又靈巧的政府 不需要再調整疫苗施打順序 也不需要確認能再多買到疫苗 光是靠明星唐鳳推出來 靠一個看似方便又容易的登記平台 虛晃一招突然之間給了上百萬人希望 因為現在八 九 十類看不到疫苗希望 似乎去預約了就比較有未來 也因此國民黨開始呼籲青年的疫苗權 呼籲民進黨應該為數百萬的青年青少年 來採購足夠安全可以施打的國際疫苗 藉著青年線上營隊記者會 呼籲政府規劃青年施打進度 也找專家來背書 輝瑞是率先提出十二歲到十五歲的第三期臨床試驗 證明可以降低症狀的發生 藍營利用BNT幫青年說話 希望增加支持 而綠營則是把BNT視為認知作戰 王定宇臉書就說台灣購買疫苗過程 因為某種程度的孤立欲阻 德國政府判疫苗交易不受政治外力干擾 因此聯繫德國疫苗廠BNT表明支持台灣 獲取必要疫苗的重要性 而王定宇也曾經分析 紅海和台積電已經和中國上海復興達成初步協定 各購買五百萬劑BNT疫苗 是因為上海復興認為再阻撓自討沒趣 就被解讀是要創造特定企業跟大陸關係密切 疫苗戰爭火燒政壇 一個疫苗各自解讀 TVB的新聞 黃冠仁 劉彩薇 台北報導 對我們228來講是第二次第三度的嚴重傷害 我覺得用消費還是太前的 它根本是在領略228 話說得又狠又重228 228國家紀念館首任館長 也是受難家屬的廖祭斌 講到林昌佐就有氣 幾乎每年228都會在臉書 PO紀念文替遺族發生 但這看在受害者家屬眼中心卻是在淌血 雖然林昌佐曾擔任228基金會董事 但兩年任其中15次的會議 卻只有出席一次 根本不把這當一回事 唯一一次就在97年的4月4號 在飯店開會時出席率不到7% 但立院的公開網站上 林昌佐的經歷還寫著行政院 228基金會董事讓遺族忍不住了 開酸林昌佐根本是抱著228當神主牌 領完政治紅利後就把這塊牌子扔一邊 讓家屬看一次心多躺血一次 聽得出來這股氣積怨已久 似乎趁著這回林昌佐嗆柯文哲反被市場會長嗆後 搭著這股暴衝聲量不吐不快 畢竟根據網絡溫度計最新排名 林昌佐來到了第二名 正面聲量佔了10% 中利64% 負面26% 僅次柯文哲 而討論聲量部分 從6月19號反對公開中央3加11政策會議紀錄後 原本討論度不高的他曲線圖明顯起波動 2號被會長反向後更直接暴衝了十幾倍 年代讓林昌佐過去事蹟被重新檢視 TV新聞 蔡同學 東海域 台北 曾報道 軍人在總統官邸外戒備 但這重兵駐守為時已晚 我國友邦海地總統摩依氏 7號在官邸內遭專業殺手暗殺身亡 第一夫人重傷 海地宣布進入戒嚴狀態 臨時總理喬塞德先接手政權 呼籲對暗殺展開國際調查 現在犯案過程 監視器畫面也曝光了 在當地凌晨一點先是警鄰大座 接下來看到槍手潛入關底 就是亂槍掃射 而且嫌犯作案前還大喊是 棄毒掃蕩行動 原來這群凶嫌還偽裝成是美國棄毒局人員 據目前了解槍手是說英文 害海地當地的克里奧語 高度懷疑是內外接應 而海地民眾一早醒來發現出大事了 現在關底內外依舊可見蛋殼蛋孔觸目驚心 國際領袖一致譴責哀悼 拜登以駭人聽聞來形容這起事件 總統蔡英文在推特發文致哀 而目前海地第一夫人因為身受重傷 被送往美國邁阿密治療 據海地警方表示 目前已經在太子港周邊逮捕凶嫌 詳細犯案動機有待調查 TVBS新聞總和報導 槍聲大響一陣灰煙飄向天空 海地警方跟槍殺總統摩依士的嫌犯激烈交禍 槍聲像鞭炮般響不提 黑色跟紅色T恤的男子 兩人的手被靠在一起 警方的長槍指向他們 重裝監控 這兩人就是暗殺海地總統摩依士的凶手 歹徒衝入現場用英文自稱是美國企圖局幹員 讓警方懷疑兇手有美國人 果然有兩人是海地裔的美國人 聽到警方逮捕嫌犯風聲的居民 群情激憤的聚集在警局門口 我們有必須保護人員 我們不能練習自己的正義 這群武裝分子在當地時間8號 還闖入距離總統官邸約兩公里的台灣駐海地大使館 幸好當時駐管人員都居家上班 只有保全看守 海地警方獲得我方同意後 派人進使館成功圍捕十一人 不過相信呢 因為歹徒是看著大使館屬於他國領土 所以認為呢 警方不可能輕易地進入去逮捕他們 海地總統死狀淒慘 摩依士身中十二槍 前額 胸部 臀部 腹部都中彈 左眼被挖出 夫人馬廷則是重傷 女兒喬瑪麗躲到哥哥的房間逃過一劫 習近平總統的嫌犯大都是外籍傭兵且武力強大 臨時總理表示 摩依士生前跟一些政敵有衝突 會不會是他們找傭兵來暗殺 目前還無法確定 國務院不願證實但美國媒體挖出兩位美國公民的資訊 三十五歲的索拉傑沒有任何前科 約兩千年前後抵達美國 在邁阿密長大 從事過保全跟建築業 五十五歲的文森也來自邁阿密 經常往返邁阿密跟太子港 光從背景來看 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刺殺動機 台地是美洲最貧困的國家 2010年大地震後經濟一絕不振 摩依士2017年當選總統 但他被指控貪污 要他下台的聲浪沒停過 但摩依士自行頒布法令 讓任期持續下去 政變 幫派暴力跟天災 再加上領導人的獨裁 摩依士被暗殺 讓海地又再次陷入動盪不安 TVBS新聞總和報導 美國駐海地大使館外 湧入上千海地人 他們甚至把家當裝進行李箱 直接拖來使館 海地總統摩依士遭暗殺身亡後 雖然警方在四十八小時內 迅速逮捕了十七人 但海地人已經對國內治安毫無信心 希望美國老大哥能救救他們 美國答應要出動FBI協助海地維持治安 只是海地政府逮捕到的嫌犯 還包括兩名海地裔美國公民 他們向警方公稱 只是幫其他二十六名哥倫比亞籍槍手當翻譯 而且他們當初的任務 只是想要活捉總統 沒有想殺了他 但看看案發現場 汽車被他們燒得面目全非 警察的剛受戰外牆布滿彈痕 地上還留下一堆彈殼 再加上至少有十七名嫌犯 是哥倫比亞的退役軍人 真的很難想像武力強大的外籍傭兵 沒有打算置總統於死地 台灣位於太子港的大使館 在被十一名嫌犯入侵後 海地警方加強違安 但整個社會氛圍已變得不安動盪 TVBS新聞總和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請下載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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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下載TVBS